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群的频道 今天呢 以我为主啊 邀请一位这个 我的好朋友大美女 美女 我叫薇宇 郑重的介绍一下 陈薇宇 她采访我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 她带不起来我 我可以想说 或者没有我们私信把我丢上 这次我尝试600种方式 这是一种艺术男 和理科女 其实我是理科 但是我还不是完全理科思维 这次呢我来采访薇宇 看看有没有火花 看看我们能不能深入挖掘一下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一些领域吧 薇宇我问一个问题 这些年做YouTube 赚多少钱 说实话YouTube真不赚钱 尤其是现在我快养不活自己了 为什么你是很大大V了 我跟你说YouTube赚钱呢 还真的是靠流量的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大V 他是去关注流量吧 其实订阅量没有太大影响 虽然我订阅量很高 就是还算比较高吧 就是20多万 但实际上我的流量 只相当于一个几万订阅的频道 9万 不是9万 我现在平均一个一个节目 看的人都只有四五万了 就是实际上 为什么造成那种原因 其实我自己还不是特别明确 是不是你们我感觉 是不是你们很多大V的内容有内卷 重复是不是 有内卷 也可能是这样 其实作为我自己来说的话 因为我这个频道特点 我自己说 首先最大的特点就是我是女性 是吧 就是跟别人不同的 但是我要是做新闻 实际上我是比不过人家新闻频道的 但是我要是做评论 我觉得有时候呢 又实在是没有像文昭啊 张天亮啊 江峰啊 他们那种评论的深度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位置就有点尴尬 不是 对你说对 我对说对你的印象就是说 我觉得你很很值得人信任 因为你说话的语气啊 你播报的那种态度啊 讨论问题的那种方式 都是很值得一个信 满怀善意的这么一个一个亲人的感觉 这是你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其实确实我很多很多的观众 应该说他们是那个比较铁粉的吧 其实他们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 像是他说 微语说什么 我们都爱听 实际上他是因为信任微语 主要是这一点 有种善意在 我觉得就是说你可能很多观点 也许不一定对 很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起码有个朴素的那种 对待观众那种真诚的态度 是大家能够感受的 是我做节目就是这样 我知道我自己不一定能够想的面面俱道 也不能不一定能够想的很深入 因为毕竟了解有限嘛 但是我会做很多的工作 对对对 就是我的每期节目 我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搜集各种资料 然后筛选 然后把他们会 就是通过一种逻辑思维方式把它窜在一起 也是我自己独特的一个思维角度吧 对 至少我是 你说的对啊 但是我觉得思维角度 我这点我并不认同 因为我也了解那个文昭 我也了解江峰 我也了解张天亮 都是好朋友 那么他们呢也 人家最努力是文昭 文昭他真的是努力的工作在这种整理上 他他可能要比你要做的故意要更多 更多 那张天亮呢 他实际上就是说 他的平时工作很忙 那么他往往就失证之后 他们就是 张天亮就往往把新闻看下之后 然后就按照他的思路来整理一下 张天亮相对比较多数据 但是我比较愿意看他的东西 因为他可能他的理性 我觉得理性逻辑可能 其实这些人里好 就刚才几个人里 张天亮是真正的理科生 对 他真正理科生 他完全是理性思维的 对对 在做他的一个真正的事情 那江峰就说 他是那种 他是社会人 他有一个社会阅历的 有一种社会阅历 他能上到去沉下来 然后他能理解众生的苦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人是一个性情众人 是这种 就是有温度 有宽度 有广度 文昭也是 文昭是很努力 然后他也是把他前行的做 他这些年我看的也是很辛苦 我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觉得我的最大的特点 还是属于我自己一个性格上的特点 是吧 对你是性格上的特点 但是也就是 都是这些人为什么 就是他成为大V 就他 他是个善意的 他背后的东西是善意的 的确是最热点 也很多人最热点 但有些人是做噱头 是恶意炒作的 这种事情就多了 像 不说了 很多这样的人 实际上 他搞一些耸神听闻的事件 睁眼球的这样 那往往 压火了 但是他时间久 他并不能成为大V 主要我觉得确实 就是你对观众的那种态度 观众其实是感受得到的 就是我至少 我是怀着 抱着一种很真诚的态度 我说任何一句话 一定是我认为是真的 不是我在骗大家 或者说 我也不是有意骗大家 就算那个事实可能弄错 我也不会是有意弄错的 有意骗大家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你赚多少钱 说实话 既然不挣钱 你为什么要做 我说实话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 最初也并不是为了赚钱 才来做的 因为当时 我是有一份媒体工作的 但是呢 因为疫情的影响 就是这个工作 好像暂时就有点中断似的 就很难开展下去 于是我就想 那既然大家因为疫情 都不能出门了 那大家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就想到大家 在家肯定都在上网啊 那既然人群不在 不在社会面上 就是都是在家里上网 那我就应该 利用这个网络来 嗯 做到讲真相的这种方式啊 就是找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做 所以才会 麻着胆子去做这个的 其实大家如果看过我的 你要是看我第一期节目 我估计 你一定会给我下一个结论 说 你还是别做了 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对我说 我跟你不一样 对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大家都对我满快期待 嗯嗯 所以我就会做得很好 然后我自己 有时候自己会做得很好 但是现在做久了 发现可能我 必须会适合到YouTube 因为你们都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那么多流量 我都觉得 其实起不来 因为我觉得我 挺有才华的啊 对不对 然后我画画也行啊 我也可以 唱歌 可以 全能才子 对对 我可以去做 但是为什么起不来呢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原因 没想到没 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问题 就是说 YouTube有算法 算法是错误的 因为其实你不要 你不要说 真正关注绘画的人 其实相当多 关注音乐的人相当多 关注艺术的人也很多 但是呢 我这些观众呢 往往都是被你们带过来的 我说你们大家都是一些 关注政治的人 嗯 那个比较多 那么我呢 其实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说政治吗 嗯 就是说我觉得政治就 它是险 特别险恶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丑 丑态的事情 你喜欢展示美好的东西给别人 嗯 就是说 也不是一定要展示 就是它 它脏 我做了一件 多么靠近灵魂的工作 就是我搞艺术 你搞艺术 如果你只想到 每天想到勾心斗角 每天想到人的那种 揣度人那种 那种心态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做 但是我觉得 哎呀 不是你想做的 对就是你做久了 疲倦 就是说实话 我都快抑郁了 你也是这样 对吧 对 对 因为你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 你这个世界有两种东西不能指示 一个是太阳 一个是人心 对吧 尤其政治那种人心背后 你觉得好好丑 就是很肮脏很肮脏 对 然后每天勾心斗角很累 对 然后你会看它有什么 包括一些阴谋论啊 包括一些这个 损人听闻 背后的那种 那种什么东西在驱动啊 你分析的越多 你反而对人心越失望 对 所以 其实 你 找到你的节目 没有办法往前推广的原因是 因为 你没有 没有 没有 给你推错了人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很羡慕一下文章 文章就是他的口齿要比我好 因为他说的就是那种清爽 对吧 我觉得他你这说话又温柔 我可能就说 含糊不轻 对吧 大熊不就这样说话呢 对 这是我的一个生理毛病 所以我这样去克服 其实你说的很清楚了 其实 只要你话筒用好了就清楚了 我是觉得说实话 你知道我是怎么看你这个节目的吗 其实我觉得你节目非常有可看性 就是里面的内容非常精彩 而且有深度 有内容可看 而且每次看完之后呢 都会有所感悟 我是经常看的 那为什么就是说 我觉得为什么会一直都活不起来 其实我觉得跟这个社会 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有关系吧 就是有很多人 其实他们更多的不会去关注 关注艺术 艺术类的是小众 其实小众人群的 那大多数人群 他们其实当下真的是在关注政治 在关注各个国家的经济 文化政治这些方面 加上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种每天都有各种大事发生 所以实际上这些东西 把人的注意力给吸引走了 而你如果说 没有跟着这些热点去转的话 历史在讲你的艺术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冷门 我再跟你讲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 其实这么认为 大多数人真的不理解艺术 很多人都不理解艺术 他所谓的认为艺术就是一幅画 就是这首歌 这是艺术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其实我的艺术了解的 我觉得艺术上看人家 看的是更真实的人性 真的是好真实好真实 比你现成的 你这个物理开花的开人心 艺术非常非常精畏分明的告诉你 什么是人 人该怎么活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可能稍微有点长 我们现在想到清朝的绘画 你很多人是不知道 清朝绘画 清朝有谁 你能想到谁 清朝绘画 那个那个镇板桥 还有 还有 再说一个 清朝 想不起 对 我想 如果你想清朝绘画 你想撞点桥 所以你有点技术了 再想一下 朗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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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到 你再能说出谁 朗世宁是外国人的 对 我就举朗世宁的例子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稍微有点长 给你上课 谢谢 谢谢 就是说 我们从朗世宁这个事情来讲 我们看绘画的人性的关系 朗世宁是一个意大利人 他是一个十七岁二十多岁就平安古海来中国来的一个人 什么想法 来干什么来 来画画吗 不是 来干什么 来传教 他是一个天 一个极其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他在那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叫基督见证会 他们的认为 就是说你如何去传教呢 用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来荣耀你的神 所以他们产生了很多科学家 艺术家 朗世宁其实是个画画并不一个很好的一个画家 他来是来中国传教的 他在中国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 就是康熙 我们对中国人对康熙有很多误解 就是清朝啊是很多那种那个闭关锁国呀 意识落后啊 其实康熙前世纪完全不是这样子 他是真的是包容天下 有个世界一个大世界的格局的 那是真正的清朝 后来人认为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的清朝 其实你看 因为满人入关 对于他来讲 你什么中国的儒家思想 那什么汉人的这种文化 那只是一种外来文化 然后是应该也是一种外来文化 所以康熙主了他的微信外国什么 唐若旺啊 什么那个老世宁啊 他们在研究天文立法 在研究世界 在研究整个的这个语言和文化这种交融 那绝对是个大的一个世界观的格局 今天中国具备吗 所以当时有康前盛世吗 对啊 康熙是那种之后 然后你就看雍正他也是这样 他也是那种 雍正是看雍正里面最儒家的一个人 他也喜欢老世宁的绘画 相关于中国 中国当时被称为主流的绘画 是谁呢 是明朝的叫做疑人画牌 怎么叫疑人啊 就是疑流 疑流 疑流 疑流下来的人 就是这些人 维会家是没有 他坚持一种这个 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技法 他认为他是正统 他们当时对朗世宁的评价就是说 一功一巧 不误画品 就是朗世宁的画不怎么样 对你画的是像 比我们画的是像 但是没有画的品格 那我们画什么呢 当时他同一时代像 像朱达 八大山人 石涛 什么人呢 那是前朝被那个明朝的后裔姓朱 对吧 哭之笑之啊 他是他是被这个明朝的这种这个遗留下来 他对生活是充满了绝望的 石涛也是 石涛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明朝的这种贵族 然后他们对画就充满了一种 对对人世界充满了翻白眼 对人世界充满了一种这个无奈 所以他画的流流流流是那种那种情绪 而他们不真正去客观的去观察这个这个世界 所以他那个画里面才藏着真正的政治是吧 他对画里面充满了一种人生的无奈感 嗯 然后朗世宁他这个画的人他也不是 他每次画都非常痛苦 你知道他每次画都非常痛苦 他每次画都非常痛苦 他只是用那种技法来绘画 有钱龙问他 你给我画了这么多这个太太哪个最好看 朗世宁说每个都好看 他说不行 你画的时候已经看他了 你说哪个最好看 朗世宁说我没看 我在看天然上面的瓦 然后朗世宁说那你看瓦 你看上面的瓦 你说上面多少瓦 朗世宁说那一共有三十个瓦 然后这个 那钱龙说那你去叔叔看有三十个瓦 果然是三十个瓦 然后说 然后朗世宁就过了一关 他知道他揣测这种胜利 你知道他如果说错了 然后那可能面对杀头危险 然后康熙你强中做什么决定 说这句话以后就封住了 封 所有画的妃子的像 都要把它封存起来 谁看的话就要灵直处死他 因为他画太像了 皇帝是用这种形态 你知道那画家是什么形态吗 我画一画我不敢看他 我说我看上面的瓦 然后 所以朗世宁说 我每一次去画这个画的时候 我又如果不是对耶稣的正信的话 我就画不了天然画的 朗世宁能够这么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吗 朗世宁是一个 画了在中国待了几十年 有中文说不好的一个人 你知道吧 但是他是一个 去不断的去揣摩这个中国人的思考 我也觉得这个太神奇了 对啊 然后康熙前方上的画百郡图 画牛画马画狗 就是做这种事情 朗世宁画在中国画了一辈子 但是在中国画里 他也从来不认为朗世宁是一个中国画家 西方人也不认为朗世宁是一个西方画家 很多西方人都不知道你是朗世宁 对吧 然后中国人 中国画的整个系统里也不承认是朗世宁 你看这就是画面背后的故事 对吧 再说你说郑晚桥 郑晚桥被说阳洲八怪 问你哪八怪 阳洲八怪 真的不知道 对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 其实八怪并不是八个人 你怎么说都不是八个人 嗯 是丑八怪的八怪 哦 就是所有扬州画派的这些人 都是一些画的非常奇形怪断 可能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晚桥 像其他的一些画家 扬州为什么会产生扬州 嗯 因为扬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延业运输的中转战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人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扬州画派 嗯 然后扬州画派 为什么会产生扬州画派呢 是因为大量的演艺商需要附庸风雅 嗯 他们不划那种大的山水 划什么划扇面 对吧 嗯 划小品 划寿 划 都跟扬州的地理 任何环境有关 就是因为他们商业在崛起 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 那种那种 那种 没有那种社会地位的商人 需要进行社会交集 而产生的那种画派 嗯 叫做郑晚桥 然后之后又是海上画派 我一说就说好多 对的 嗯 说到人性 画里面怎么体现人性 对 不仅是人性的问题 是社会风云变化的东西 嗯 海上画派就是一个 沿着一个河流走的一个画派 因为他们商业的发展 或者转向变成中国 开始进入市场 还让他们像什么 任波年那些画家 他们就是因为 他们要服务于洋人 他们要服务于画那种各种 那个 他们这边卖画的 就绘画已经从电堂 已经走到了民间 又进入商业 这整个一系列的过程 我在画中看到的人性 那就是真实的历史 我就是这些画家 我就是那些画家 面对今天的一切 所以其实画 钻进去研究这个画和这个画家 以及他背后的这些 时代的故事的话 其实 确实挺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就是 所以说很多人 老平平觉得艺术跟自己 没关 最主要的是 他们觉得跟现代 发生的事情之间 有没有关联 什么跟现代的事情发生 有没有关联 比如说你是 我知道我理解你的意思 我是反问 就是说我认为人最重要的是 人性本身 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对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 你依然是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也发现了 因为我做节目做了这么久 我就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观众 他们太浮育事件的表面 就是很多时候 他只去关注这个事件 他表面上是怎么进展的 他没有去挖掘这个事件背后 那些人所体现的 就是说 那种人性的那方面的东西吧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才是我们 所以我在节目中一再的 就是 哪怕是很生硬的去呼吁大家 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 我们能做的 其实是保持我们自己内心的 那个纯真和善良 对 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需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对 我经常我在别的节目里 也说过一个话 就是说 时代的烟云一过 剩下的就是艺术 因为你所有的人 你都是 都是终归尘土 对吧 你无非是这个 这个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对吧 你只是这个生死一梦 对 就像现在这个 这个乌鲁木齐这个事件 你说这么 大家都觉得这个事 简直就是 哎呀 太太让人激动人心了 可是 可是当 走过这段历史之后 大家再一看 回头一看 这就是历史那瞬间的 可能只能变成艺术作品了 你还是在面对你自己 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个 这个有句话 我喜欢一个画家说的话 这个画家是这个 这个画家是这个 明朝的画家 安德伟 他说的话就是 他是中国人 第一个画自画像的一个画家 他这个画家叫做 人外有人 画里的人和外外的人 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人是人非人 嗯 嗯 嗯 然后 是不是真不真 嗯 画里之人 画外之魂 嗯 这个很有禅意 对 佛家的 就是说你在思考人性 生死一梦 天地一尘 好 生死一梦 天地一尘 对 确实 我感觉这个人一定是信佛的 已经进入画境了 已经在思考人生 人生本性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风云变化 因为这个世界的新闻 总是让你眼花缭乱 你总是让你这个 最后要怎么样 归于本心 归于归于本心 怎么样来能够 能够知道自己是谁 能够认清自我 所以说为什么 你包括写歌 我一直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一直是说 要抓住人的真正的那种 本性的那种东西 因为你跟不了这些实事的 你更多的 你看到是丑恶 对 你还是看到自己的内心 看到体会天地之间那种 大气和善良 你也就是 这就是 我觉得是成生之道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很多观众看我节目 都一定要听完最后 你写的那首歌 你知道吗 就是当他们看完 他们留言都说 看完前面这些 实事政治里面那些丑陋的东西之后 再听威语节目后最后的那首片尾曲 那个心情 心灵就会得到归于平静 然后才会感到舒坦一些 对 就是再次见面 就凭这篇真 对对 其实他就是说 能够找到自己 最后 你不管你关注外在多少风云变换 之后 你要回到你的自我 这个本真 然后让自己静下来 想想自己 想想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就行 是 就是无论这个社会 对我们多么无名的话 多么 这个 丑恶 政治化 包括像我们上次聊的那个问题 但最终还是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看你的出发点 看你的认知 然后他能不能在这里体会一种共鸣 我想这就是能够我对这个社会上 对的善良和美好 尽一点绵薄之力 能够找到 我那个 能读懂 这些 跟你共鸣产生共鸣的人 起码在追求人生这一项上 在努力的这些人 靠近灵魂的人 我相信 其实有很多人的 只是他们还在找你的路上 这个随远而至 不在多少 而这个在于真正的有那么一些人 共鸣就好 基本上我不愧于心 你要说我问你这个钱 我可能是个人 可能追求中的最配钱 那是 其实我也是这样 我做到现在 我也并不是太在意那个订阅量 或者是流量有多少 我更在意的是 有多少人 他们是愿意听微语 就是去讲那个 用很真诚的这种态度 去讲述这件事情 也许别人也讲了 你从别人那儿也听到了 但是呢 微语讲的时候呢 会带进自己的这种真诚和观点吧 也许很多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专业的专家 但是呢 他一定是让你觉得一个身边能够能够让我 觉得能够给我人生带一启迪的这种朋友就够了 我觉得大家其实更需要的也许并不是一个老师 而是一个朋友 对 你的朋友 你的观众都是你的朋友 我感觉 我知道有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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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相遇记得这份阵 谢谢大家